最近我新某人也是习得了一手新流派啊 穿云界慢胜龙啊 特别容易三星来部落站刚开半个小时过去 上面都被三星了 再不打都没得吃了 这一把没三 打这个流派主打就是一手快 连阵型都不用看 我们直接发起进攻 不光容易打三星 最重要的就是快 这个阵型特别简单 只需要从特别方向来 我们点这个位置 一下两下三下穿过来 是不是非常之简单 没关系 这个位置的话 先让女王打 看女王的走位 给上狂暴 虽然说开局使得一个 但是问题并不大 哦 女王往上面走 往上面走 先捆他的擎天巨主上面放女王 ok 直接开始依字滑 从下面滑 又有两个人观战啊 有点小压力啊 别说女王哥 别着急 这个时候开启精神保住不对 女王就算被锁住问题不大 他现在说的是我的蛮王 咱们的捆的话全部捆对面的大本 这个时候飞艇过去 你信不信 他刚好慢生解体 看到了吧 我说啥来着 动作 哎 没关系 这个时候的话 你可能觉得我这把已经删不了了 其实不然 有可能删不了 赶紧的捆住蛮王必须得活下来 因为我蛮王带的是那个小毛发 小毛发回血非常的快 来给个毒 手上还有两个冰洞 咱们部队还有非常的多 笔记 润图这个位置有点小尴尬 怎么赶紧交出技能 把这个单头给他打掉 现在锁的是第一次好像 还是那句话 先不用管那么多 先等我们龙慢慢推过去 因为我们手上有冰洞的 最关键的就是对面大本一啊 大本一伤害再高啊 我这人冰洞一是能打得过他的 咱们还是那句话 先不要着急 先留着咱们的部队啊 这边有点顶不住了 这个蛮王啊 来他现在的话隐身激活了 隐身激活冰洞的话 先冰对面这个多重 加农蛮王开启大招来直接弹射起步 剩下一个国府满级擎天巨柱来怎么这冰洞动作 还剩三条龙啊 一个国府满级大本一 有点小压力 润土能否顶住 戳一下好还行 接下来就需要我们的润土加勇王 还有我们的龙了 我觉得我的勇王是可以点掉对面大本音的 一下 两下 三下 四下 ok 现在准备点对面大本一下 两下被对面勇王直接点的还是很大本音 百分之九十四了 感觉还有机会 还有三条龙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 完了 打打本一的哥 六六六 没关系 这第一把是有点小问题的 咱们第二把给大家看看这个流派到底有多强 来咱们直接请求阵员 直接秒掉 瞄准25号 直接猛攻 这个阵型的更加简单了 穿越剑必须早点 蛮王直接从左边方向来 咱们直接一直划上 这个时候我保准这把三星了 你们信我 刚才的话有点小意外 一星98 肯定是小意外 这一波给上狂暴 开启精神 直接往前走 右边方向蛮王慢慢拆认 先不要着急 这一波咱们先捆一下啊 先把它读骗出来 ok 读骗出来之后怎么的话 大本一报 ok 开始锁住 先锁住里面单头 右边方向放动图 准备设备 再补一瓶狂暴 直接打掉对面的情天居住 这几条龙完全足够用了 现在的话 刚好过30秒钟时间 女王在下面慢受 右边方向有论途 蛮王这一边不要着急 对面蛮王肯定是想过来打我论途的 真 等一下我们准备给这论途 你是真的牛屋 笔记 这个时候还能的话 先不要着急 想办法骗出对面的这个独角塔 这个时候蛮王的话 血量不太健康了 看到没 慢慢回血 必接 丢毒321 丢毒 来丢毒 我们直接慢生捆住 溜溜溜溜 力又6直接从那边弹到这一边 还是的话 你先别着急 我们手上蛮王的血量非常的健康 你可能觉得蛮王这个血量他还能活得下来吗 手上两个冰冻 这一把肯定能三星的 虽然说咱们时间用的比较多 但是只要能三星 谁注意你的细节 对吧 然后的话 我们这个冰冻必须得病的好啊 等一下 首先需要动作 就是对面的跳台 叫那么好啊 来咱们直接动转 女王 说出了 应该是论途得活下来 论途给我顶住冰冻洞一下 刚好 还有一分三十秒钟 鞋 叫我信 啊不是 轻松拿下这把游戏的三星 大家不要忘了点个赞 我是小鑫 怎么明天见 拜拜 怎么还两个人偷学技术呢